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执政以来两国首次高层面对面的接触 多家媒体近日接连报道 美中外交高层将进行美国总统拜登1月20号上任以来的首度会晤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今天中午透过声明证实了这个消息 普莱斯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及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18号将前往阿拉斯加 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晤 针对会议内容重点 普莱斯仅说 美方会与中方讨论一系列议题 但并未提供任何细节 布林肯曾在2月5日与杨洁篪首度通话 根据国务院事后发布的重点摘要 布林肯在电话中强调 美方会持续捍卫新疆西藏与香港的人权及民主价值 也会为威胁台海稳定对中国究责 拜登2月10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度通话时 也对中共镇压香港侵犯新疆人权 以及在包括台湾在内的区域的砖断作为表达关切 预料18号的美中高层会议也会触及相关议题 普莱斯强调 美中高层会面时间点是落在布林肯 与美国最紧密的两个区域盟友日本南韩会晤后举办 布林肯将于19号返回华盛顿 美国国务院今天上午才证实 布林肯将与国防部长奥斯丁于15号至18号访问日本南韩 其中16和17号两人将访问东京 届时会和日本外务大臣茂莫敏充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举行2加2会议 布林肯也会和日本商界人士举行视讯会议 彰显美日经济关系重要性 并讨论2019新冠病毒带来的经济冲击 17和18号访问首尔期间 布林肯与奥斯丁也同样会与南韩外交防卫首长举行联合会议 布林肯也会另外和南韩青年领袖记者透过视讯会面互动 好我们继续进行下面的报道 国务院高层今年将有重大变动 香港明报刊登孙家业的署名文章 文章说人大今天闭幕 今年两会的焦点集中在改变香港选举制度仪式上 其他较重要的议题包括十四五规划纲要 全国人大组织法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修正案等 都被舆论忽略了即将通过的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案 增加人大常委会的人事任免权利 今后任命新的副总理或国务委员 误需召开全国人大审议通过 这也意味着今年或明年秋季 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 国务院高层可能会有重大人事变动 全国人大是中国最高立法机构 相当于国会 但全国人大代表共有2900多人散布在全国各地 因此每年只能开会一次 短则一周长也不过十多天 所以由全国人大选出的175人常务委员会 继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全国人大修会期间 就获授权负责日常的立法监督工作 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开会一次 特殊情形下可以临时加开会议 但人大常委会毕竟不同于人大全体会议 一些重要的人事和法律制定修改 还是要经过人大全体大会审议通过 以人事任命为例 按全国人大组织法规定 人大常委会只能任命部长及官员 副总理及以上的人事任命权 仍保留在全国人大全体大会 不过在1982年底 全国人大组织法实施前 人大与人大常委会之间的权限设定是模糊不清的 1980年4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 就通过了修改宪法的议案 取消第45条公民有运用大明大方大辩论大字报权利的规定 又根据总理华国锋提议 决定任命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书记处书记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 免去季登奎陈希莲的副总理职务 中国政坛近数十年强调人事稳定 除五年一度的换届 国务院高层极少在届中换人 旨在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 任命国务委员邹家华 上海市委书记朱荣基为国务院副总理 任命外长钱齐琛为国务委员 同时免去邹家华的国务委员职务 1995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 任命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 山东省委书记江春云为国务院副总理 自那以后国务院高层再无届中人事变动 这次人大组织法的修订 其中一条就是健全国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权 规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 人大常委会可根据国务院总理或中央军委主席的提名或建议 分别决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 也可决定撤销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 这意味着副总理一级的重要人事任免 再务须等待每年一度的人大全体大会 而在每两个月召开的常委会上就可完成 这也意味着今年内或明年秋季中共二十大召开前 可能会有新的副总理国务委员出现 而这些新人士不能等到2023年人大换届时再做决定 显然是要在二十大之前卡位 习近平的起举要吃了拜登的午餐 据纽约时报报道 中国正在为科技行业贷款调拨上千亿元资金 并列出美国或其他国家可能对中国断供关键技术的领域 中国领导人最重要的经济规划于上周公布 展示了他们要让中国成为不受制于他人的 创新型超级大国的雄心 中国领导人预期拜登政府将继续挑战中国的技术崛起 因此正在加快独立自主的步伐 寻求解决本国经济中的弱点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会阻碍中国在从智能手机到喷气发动机等一系列行业的野心 中国曾在2015年制定过雄心勃勃的大胆计划 但未能实现目标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提防中国的行为和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 北京寻求技术独立的努力具有了新的紧迫感 中国上周五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将科技进步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 而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发展 这与以前规划中的说法不同 十四五规划承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年均增长大于7% 尽管预计政府总体支出的增幅要慢得多 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中国军队的预算增长 中国明年的军费增长预计为6.8% 这使得一个与美国冷战式竞争时代的前景日益迫近 这些支出计划是在经历了动荡的四年之后做出的 此前川普通过限制了包括华为在内的一些企业巨头使用美国技术 惊动以及激怒了习近平领导的共产党高层 中国总理李克强上周详细提出了 加快高端半导体操作系统计算机处理器 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发展的建议 我认为他们真的很担心 柏林·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科技分析师 瑞贝卡·阿卡萨蒂说 他们知道如果无法获得这些技术 他们将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新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此前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 后者旨在推动该国在一系列尖端技术中占据领先地位 该计划希望在2025年以前 实现中国制造商所需的70%核心零部件由自己生产 它使贸易伙伴感到惊慌 并加剧了与美国之间的一场消耗巨大的贸易战 中国的政策性贷款机构 国家开发银行上周表示 将向逾千家战略新兴产业重点企业 提供超过600亿美元的贷款 并设立一项300亿美元的政府支持芯片投资基金 有专家警告 技术供应链仍然是极为复杂且高度全球化的 对市场进行过多的干预 可能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 美国和中国在微芯片问题上进行自上而下的调控 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近期汽车行业遇到的芯片短缺 中美两国短时间内都无法自主维持 现代化经济和军队所需的复杂尖端技术 全面覆盖的政策正在被一种新出现的代理对抗所取代 双方都在努力填补需要依靠别国的缺失部分 本月早些时候 生产微芯片大规模所需的工具 荷兰公司阿斯麦表示 他们已经与中国最大半导体生产商续签了设备供应合同 尽管这家名为中芯国际的公司去年已被华盛顿列入了黑名单 此次续约并未违反任何限制规定 从中可以看出 美国在切断供应方面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这方面的决策将持续困扰 视中国为对外政策头号挑战的拜登 中国希望将自己与重要经济体进行利益捆绑 从而制约美国的孤立行动 这包括了那些在政治上与美国结盟的经济体 无论中国领导人对川普之后的外交重置抱有多少期待 现在看来都已经渐渐消失了 据白宫称 拜登与习近平的第一次对话持续了约两个小时 其中涉及了北京方面胁迫性的不公平的经济实践 在国内 拜登曾警告美国不能在基础设施投资上落后于中国 其中一些将用于支持科技行业 包括电动汽车 如果我们不行动起来 他们会吃了我们的午餐 他在介绍1.9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时说 这让人想起他两年前以总统候选人身份所说的话 当时是对中国构成的威胁表示不屑 中国还能吃了我们的午餐不成 他在2019年前往爱荷华州做竞选演讲时说 得了吧 好我们看下面的报道 中国任意拘留关押 西方人越来越害怕前往 据CNN报道 自称是中国问题专家的杰夫瓦瑟斯特伦 正在认真考虑永远不回中国 他说至少在习近平执政期间不会 这位美国教授几十年来多次访问中国 他的最后一次访问是在2018年 他的职业生涯并没有把重点放在西藏或台湾 这两个问题总是会闪电般的引起北京的愤怒 但他写过关于中国大陆文化多样性和学生抗议的文章 并和一些人出现在某些专门小组的讨论会上 共产党显然对此感到不满 他说 这是他怀疑自己的中国签证是否会被拒签 如今他开始考虑入境中国是否会让他面临被无限期任意拘留的风险 瓦瑟斯特伦说 虽然发生这种结果的可能性或者非常小 但后果却非常严重 那些被拘留的人可能会被关押多年 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 也无法确定审判日期 他不愿意冒此风险 而且他并不孤单 CNN采访了十多位学者 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和媒体专业人士 他们在新冠疫情之前定期前往中国 他们表示 一旦新冠的限制解除 他们也不愿意再这样做 因为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一些国际商界人士表示 他们将大幅调整自己在中国境外的行为 以避免招致中国当局的愤怒 因为他们需要在中国做生意 近年来 一些外国人在中国被莫名其妙的拘留 这在一些人心中造成了深深的恐惧 尤其是那些与政治相关职业的人 随着习近平宣扬民族主义 并与西方政府日益敌对 人们担心 如果他们在中国期间 北京与自己的政府发生外交争执 他们可能会成为攻击目标 中国外交部表示 所谓外国人在中国被任意拘留的风险增加 与事实完全不符 去年6月 美国国务院的商业咨询委员会 发布了一份名为 中国的人质外交的报告 其中列举了两个加拿大人的案件 是公司在派遣员工到中国时 应格外小心的主要原因 由于愿意前往中国的学者越来越少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之后 中国成为了一个更加封闭的国家 其结果可能是 在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需要了解中国的时候 对中国的报道和研究会越来越少 瓦瑟斯特伦说 我曾经以为如果我不能去大陆 我会更频繁的去香港 现在看来 我觉得香港实际上也不安全 人大代表建议 略计艺人惩戒其满可复出 据星岛日报报道 艺人一旦被爆出有私得问题 对相关制片方会造成巨大影响 全国人大代表编剧赵东霖 日前建议分等级惩戒略计艺人 据犯错程度规定惩戒期 期满后可重返演艺市场 授千类作品也能重新播出 近年中国娱乐圈偷税漏税 吸毒代孕等丑闻频繁曝光 赵东霖表示 制片方不是警察也不是侦探 更不能干涉他人的私生活 虽然制片方事先会与艺人签订相应的条款 但一部剧或电影的投资都在上亿元 艺人一旦出现问题 往往赔付不起 他建议分等级惩戒略计艺人 根据艺人犯错误程度规定惩戒期 惩戒期满后重新返回演艺市场 曾授千类的作品也能够重新播出 对于犯错误较为严重的艺人 退出演艺市场后 授千类作品考虑重拍 或向劣迹艺人本人所长 对此官方南方日报报道称 有些小明星的小过被炒作放大 就没有必要一杆子打死 而是要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 相关部门已在惩戒等级上做出努力 上月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从业自律管理办法 首次明确规定了演艺人员15条禁止性条款 根据情节轻重及危害程度 规定了一年三年五年永久等不同程度的行业联合抵制 不过也有网民质疑 劣迹艺人如果还能付出 会有更多艺人行为不端 还有人建议委员还是多关注社会底层吧 好我们看接下来的报道 手持健康护照可否自由国际旅行 据法广报道 新冠疫情还在肆虐 是否可以推出健康护照 恢复国与国之间的旅行 至少有些国家相信这是可以的 比如中国 已与本周启动健康旅行护照 一些国际航空公司也在做相关的准备 但要推出全球适用的健康护照 情形仍然比较复杂 什么叫做健康护照 健康护照旨在证明 持有人已获得免疫力 可以从本国前往他国旅行 不会在穿越边界时 冒着把病毒带入别国的风险 此间更流行的说法是接种护照 因为注射了新冠疫苗将是最有力的获得免疫力的证据 具体如何做 目前有几个计划同时进行 一般都是在手机下载可验证的应用程序 通关时显示持有人已注射疫苗 或保证其已获得抗体 后者是指持有人在过去已经感染过新冠病毒 不过这一护照同法国总统马克龙所形容的健康通行证有所不同 这一通行证尚未完成 而且旨在本国有效 旨在为持有人进入商店餐馆 以及参加文化活动 包括听音乐会等提供已免疫的证明 哪些国家准备好了健康护照 一些国家还处于设计阶段 另外一些已经启动 中国走在前列 中国本周宣布推出为中国想去外国旅游的游客准备的线上健康证 在欧洲 希腊和塞浦路斯已推出类似健康通行证 已前往以色列旅游使用 在这一方面特别领先的国家是以色列 已经接种的以色列人可以随意前往上述国家旅游 没有任何限制 在欧盟内部 丹麦和瑞典准备很快推出各自的健康护照 但是要在欧盟境内推出一个共同使用的健康护照 情况比较复杂 因为法国和德国一直只保留态度 相当于护照 显然不是 没有任何一个计划中或已经启动的健康护照等同于一本真正的可以从本国前往外国旅游的护照 比如中国的健康护照只是一种为意图去他国旅行的中国人提供的一个选项 为他们出国旅游提供方便 但是在中国目前没有与外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 健康护照有多大用处还是一个问题 总之健康护照并非正式的官方文件 而是有助于过海关的应用程序 正因此好多私人公司也已经投入到计划当中 首先是各大私人航空公司 疫情爆发后 陷于半瘫痪的航空公司渴望早日恢复正常航行 其国际主要航空公司一体的国际空运协会数月来就在设计可以让旅客证明自己健康的登机数码护照 美国航空公司已经开始实施 全球旅行是否可行 让健康护照全球通行还是有限度使用 涉及诸多法律问题 这也是法国为什么至今人肯保留的原因 这里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 首先要旅行就必须注射疫苗 在公民中制造了不平等 就目前而言 大多数国家接住疫苗仍有很多限制 其次私生活保护人士担心个人的健康资料最终会被泄露 比如在法国一位注射新冠疫苗的人建立了资料数据库 法国数字管理机构虽然同意这一资料数据库的存在 但警告说 如果要把这些数据用作健康护照 将要对可行性进行认真研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